今天很高興我們江安省江門五一青年聯合會成立 江門五一聯合會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們在加拿大很多江門的鄉親和朋友 希望這個會能夠增強和強調在青年方面的發展 希望會在年青人方面在文化教育經濟方面的交流 另外希望我們有機會向加拿大特別安省的年青人 特別是五一方面的能夠有機會去江門市或者五一地方去走走看看 希望能夠認識多些中國 能夠特別在將來有機會在文化教育經濟方面交流 還有給將來年青人在中國發展多一個平台和空間 我們今天很高興快會成立 我們希望我們的會成立不是說我們代表我們是超越其他會 但希望值了一些會作為一個平台 作為一個交流的平台和多多會和其他會合作 能夠大家互相促進了解 互相能夠發展機遇 我們在這裡希望多些朋友能夠支持我們 希望其他會的會長和喬令多些給我們意見 希望我們日後能夠合作愉快 能夠為五一為我們中國發展 希望能夠獲獻一份力量 多謝 我是John 朱偉邦 是安省江門青年聯合會的選出來的會長 我們成立這個江門五一青年聯合會 致力推動多倫多的文化教育和經濟上的交流 我們組織了多倫多一班有懷五一青年 自此時成立這個江門五一青年聯合會 這個會就在2013年8月13日成立 之後就選舉了我們的領導班子 我們的會雖然非常輕 現在有20個會員 但我們一定會在這一年內 會發展我們的會員 我們預定在十二個月內 會發展到一千個會員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會 能夠成為一個 達通中國和加拿大的一個橋樑 為我們五一的青年 為我們多倫多的青年 建立一個在文化、技術、教育 或者商業上的交通的橋樑 我們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 團結這裡的青年、中年或者老年的社團 為我們多倫多的經濟繁榮 作出我們的一個貢獻 我們的任務就是 為我們五一的青年組織一個平台 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經濟上、事業上、教育上、家庭上 提供我們應有的幫助 在我們的另一個任務就是 為我們多倫多 所有五一的青年 搭建一個通往 在中國的交流一個平台 因為我們現在五一江門 有五個市 欣平、台山、山匯、學山、江門 還有台山 這五個市的青年是很想去到北美洲來發展 或者來觀光或者做文化交流的 我們這個會會在這方面 對這個青年作出非常之好的 或者是非常之頻頻的交流 以此來促進我們兩地的文化、技術、經濟的交流 多謝 我們的青年的標準就是 這個guidline非常之大的 我們是十八歲到五十歲都算是千年 所以我們希望多多的青年能加入我們這個團隊 為我們多倫多的社會的經濟 為我們祖國的經濟奉獻我們一份力量 我們在這次的圖幕裡